带皇上成功撤翻之日 我孝庄向你道歇 道歇 孝庄为何对疼爱的孙子大发雷霆 而康熙竟然宁可退位也不退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就在刚刚 吴应雄向孝庄表忠心 云南一族杂居不服天子 还有个诸三太子为祸人间 他父王吴三贵责任重大 孝庄明白他们父子的心思 还给吴应雄允诺 皇上他是不会撤翻的 我的孙子我还不知道吗 没想到刚说完这话 康熙身边的太监小毛子就走了进来 看吴应雄在孝庄身边 便偷偷地禀告了一旁陪伴的贺舍 听到康熙撤翻的决定 他也很惊讶 但这么重要的事满肯定是满不过去的 孝庄还正对吴应雄说着 让他到云南多带些好品项的话 贺舍离小心翼翼地靠了过去 皇上已经下指 被光速打脸的孝庄非常震惊 手中的串珠都掉到了地上 吴应雄也是差不多的心情 但还强装无事 帮孝庄捡起地上的串珠 等到召见康熙 康熙语气非常谦恭 都是朝堂上群情激愤 所以自己冲动之下就发出了圣旨 孝庄也不傻 知道他在耍小心眼 你在朝堂上导臣既定事实 跑来这儿哄我老太婆 见掩盖不了 康熙便说起自己此次难寻的所见 地方官员只认平溪王 眼里根本没有朝廷 耿京中和尚可喜也和吴三桂暗中勾结 三番日益作大 实在是忍不了了 三番已成了大清的巨幻 你说能不出吗 孝庄看他激动的样子 一顿连珠炮般的发问 吴三桂血战明朝大军的时候你在哪 那吴三桂白天喝什么酒 晚上读什么书 身高及尺长相如何 康熙虽然都回答不上 但不觉得这和薛帆有什么关系 孝庄冷笑一声 你知道的吴三桂只是奏折上的吴三桂 是拐弯抹角探来的吴三桂 可我告诉你 我跟他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他吴三桂有将帅之才虎狼之心 深险难测恩怨必报 他的骄兵汉将 遍布七八个省份 他的金银珠宝 富克敌国 他要是想反早就反了 之所以一直没反 就是他一直权衡不定下不了决心 孝庄长叹一口气 你的撤翻令你倒 他可能真就反了 康熙还是非常坚定 现在不就是个机会吗 吴三桂自己请求撤翻 我不过是准奏 对于这个问题 孝庄能没想过吗 前半天他才和吴英雄交流过 那不过是吴三桂为了让人放心的不得已 而不是真的想撤翻 而你只知道从奏折上了解 那我问你 吴三桂为什么上奏折 显然康熙没有深入想过这个问题 有点发懵 勉强说是吴三桂看朝廷早晚要撤翻 不如自己请求留点面子 孝庄更是被他的幼稚气道 他上奏折就是希望你驳回他的请求 好让朝廷放心 而康熙还固执地觉得 这样险恶的人更不能养虎为患 可是目前的朝廷已经重症缠身了 这只虎也不是一天养起来的 但知错只能是逐年血兵 我最好等他老死 大家都理索 对于吴三桂 此时年仅二十岁的康熙 很明显还没有那么高深的政治智慧 他甚至觉得吴三桂不敢反 理由之一是朝廷的力量仍旧比他大 理由之二是吴三桂前半辈子叛命 后半辈子如果他再叛清的话 岂不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这样一个丧心病狂的人 谁会跟他一块作乱 可他这些理由一听就站不住脚 力量这东西永远是相对的 吴三桂的影响力触及七八个省份 而清朝的敌对势力也不小 至于第二条理由 那就根本不是理由 对于吴三桂这种天生二五仔来讲 背不背叛从来就不是考虑的重点 道德根本对他没有约束力 看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 话已至此 孝庄知道康熙已经听不进去任何反对意见 竟然少有的气急败坏 甚至像小孩子赌气一样 而康熙的心意坚决也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 面对笑装激烈的情绪 没有任何委婉直接硬钢 到那个时候如果吴三桂真的犯了 孙儿情愿引咎退位 听任皇祖母之罪 也请皇祖母另则信君 康熙此